OK,就是把那個上面打HOME 打上HOME之後的話選起來 1、2、3 主要是這三件事 把這個分別完成 完成只要沒錯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你做完之後 它就會有你要的這個效果出現了 OK,那我們來看一下DEMO一下 即時一下 當然你可以點選那個升頻 升頻之後的話這邊就有個HOME OK,不過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它的那個什麼,升頻兩個字不見了 不見了怎麼辦呢 你可以記得為什麼會不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放在這邊 它跟升頻兩個字放在一起 所以技術就是把那個HOME一直到 還有一個地方 超連結,剛剛忘了家 回到首頁 所以緊HOME 因為做設計的工作 一定不能急躁 因為下課了 所以會讓我覺得 很容易就動肉 所以超連結要加 加完之後怎麼樣 再把你的那個 HOME的部分 把你的那個 設定部分的話 要把它搬到外面去 搬到哪裡呢? 搬到H1的外面 H1 因為如果沒有搬到H1外面的話 它會有那個 少一個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搬到H1 H1 H1的外面 這個H1的外面 就是它原來的 這個是加了我們超連結之後的效果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類似有那個 回首頁的類似這樣的效果 它就有一個小圖示 然後升頻 那你再來就是怎麼樣? 把它每一頁上面 都加上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說在 升頻 這個地方有沒有 請你把這一段 通通都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每一頁的前面 就是這個地方 假設你要複製到其他頁面的話 你就找到H1的家庭背景 這邊有沒有家庭背景 把它怎麼樣? 本來是沒有的 你就把它貼上去之後 那家庭背景就有了 那每一個每一個貼 最後就會有HOME的部分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可能後面的HOME部分 看你們自己試試看 如果不行 我們下個禮拜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